江蘇省南京市立水縣 具有很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承 建立於隋朝公元591年 距離今天已經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 期間又有 唐代詩人白己康、宋代詞人周邦彥、清代文學家袁牧 曾任立水之縣 為立水縣增添了不少文化的氣息 立水縣不僅文化底蕊深厚 而且風景秀麗 山水宜人 发展到今天 依然有天然仰巴 南京后花園的美名 这样的山水之乡 在今天已经极为难得 在古代也感受到 广大贵族名士的青睐 甚至是皇亲国戚 也对此地有特别的情感 把自己的身后百年 交给了这个风水宜人的青山绿水间 立水縣有一座山 名为团山 在1974年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发展需要 立水縣规划在团山建立一座医院 为当地的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在施工期间 施工的工程勾计却受到了阻碍 被以为是山中的玩石作祟 却在工人观察之后 发现了古代人工制造的痕迹 面对这样整齐有序的时长 一时间工地的人议论纷纷 还是当时的工程领导在仔细观察之后 决定暂时停止施工 给考古部门打去了电话 随后考古部门的专家们着急赶来 经过专家们的勘探 这确实是古代的建筑 应该是古墓底工 随即 考古团队将施工现场进行了封锁 开始了保护性的发掘 在考古专家们小心翼翼的发掘之后 地工的门顺利打开 但是在打开的一瞬间 映入专家眼帘的情景 却让专家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来 整座墓葬已经成为了一片亡羊 主观国漂浮在水面上 墓室被积水淹没 已经无法进入了 在专家团队进行勘察之后 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座墓葬 以现有的科技水平 恐怕无法发掘 强行发掘的话 一来怕损坏墓室内的设施 二来怕引起墓室塌方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最终 考古专家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趁现在还没有发生意外 赶紧将此墓葬毁填封起来 其实 每一位考古工作者 对待古代的墓葬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 毕竟保护古代文物 是他们毕生的努力方向 但是 在综合考量得失利弊之后 立水县的考古团队最终选择了 以大局为重 选择了封存 这样的做法极为可敬 这一次保护性的封闭 一封就是三十年之久 2004年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 立水县团山墓得以再次进行保护性发掘 这一天 团山再次热闹起来 因为有了团山墓藏三十年前的考古经历 这一次考古团队由备而来 先进的处理积水设备 陆续进入到了团山 回田封闭三十年的墓藏 再一次重见天日 当团山古墓被打开后 依然是大量积水淹没墓室 与三十年前的情况几乎一致 这一次考古专家比起三十年前 信心满满 脸上充满了期待 他们立刻开始用排水设备进行排水 然而 进行了几天几夜的排水工作 大量的积水被排出墓室 墓室中的积水却丝毫不禁减少 在请教了地质学家之后 这才明白了原位 原来 这座墓葬的位置极为特殊 是设立在团山的山腰内部 而且在两百年前发生过一次地震 破坏了墓室内部的结构 导致山中蕴含的水不断倒灌墓室 这才形成了眼前的场景 即便用排水设备日夜排水 山中的水还是继续倒灌入墓室进行补充 也就是说 想要清理掉墓室里的积水 在现有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隔三十年之久 难道又再一次回天封存吗 墓室已经被浸泡了六百来年 又经历了地震灾害的破坏 万一塌方的怎么办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接踵而至 考古专家们眉头紧锁 最终拍板 为了保护墓室不能再次回天 再想其他办法 考古团队为了保护墓室 多方查探询问 咨询地质专家 询问周边百姓 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结合现有的情况 研究出来一个特别的办法 铲平山头 在考古团队研究之后 能够防止团山水源倒灌墓室的办法 只有一个 铲平团山的山头 但是团山的山头地形险峻 大型机械很难上去施工 除非是人工用铁锹进行作业 在得知这样的情况后 工作人员们表示不畏艰险 他们愿意用铁锹去铲平山头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 团山的大半个山头 被工作人员们 一铁锹一铁锹给铲平了 导臣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 果然 随后的抽水工作非常顺利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时间 墓室的积水就已经被抽空了 考古专家顺利地进入墓室 在发掘的过程中 专家们不无失望地发现 这座墓葬已经多次被盗墓贼光顾 文物所剩不多 仅仅发现了13块玉带片 两个金戒指 以及两只白色瓷碗 好在墓葬之中的墓制保存完好 得以获悉墓葬的主人信息 根据墓制记载得知 这座墓是一座夫妻合葬的墓 主人是贤宁公主朱志明 也是朱棣的第四个女儿 她的丈夫是西宁侯宋英 墓制中分为两个部分 中间有一道石门 一边躺着贤宁公主朱志明 一边躺着西宁侯宋英 正如二人生前一样相敬如宾 可见明代的夫妻之间 即便在百年之后 依然讲究男女之分 永乐元年 19岁的贤宁公主朱志明 下嫁给西宁侯宋圣子宋英 二人有一个儿子 名为宋杰 夫妻二人之间十分恩爱 相敬如宾 公元1440年 贤宁公主已试长辞 十年56岁留下宋英一人 宋英也没辱没了驸马的名统 在1449年时 参加抗击瓦剌入侵而战死沙场 1454年 与贤宁公主合葬一处 也就是利水县的团山墓之中 至此 贤宁公主朱志明 与西宁侯宋英的墓葬重新现世 二人的墓室 被积水浸跑了近600年 最终也得到了解决 夫妻二人恩爱相处 在多年之后依然相敬如宾 夫战死沙场 为国捐躯 其贵为公主 却对丈夫十分敬重 二人情感虽万古 依然可敬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古墓出土一把巨金 2000年的纯金宝剑 专家却说 他旁边的废铁价值更高 古人的很多智慧 随着时间的流逝 被埋藏在泥土之中 要想发现它们 就必须挖掘泥土 让其重见天日 专业术语叫做考古 现在很多博物馆中的收藏 都是由考古专家发现的 考古的过程中 有很多有趣的事 比如专家在古墓中发现了一把 重打6公斤的纯金铁剑 专家却看上了铁剑旁边的废铁 20世纪90年代初 考古队来到中国文物大省陕西 并发现了一座古墓 考古队的专家立即上报组织 请求对该墓进行抢救性的发掘 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后 专家们展开了发掘 却发现古墓土层上 有好几个稻洞 很明显 在他们之前 有盗墓贼曾来盗过此墓 所以 该墓还剩下什么东西 考古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古墓采取的是 隔层修筑的方式 且所有的盗洞 只连通了一个较小的墓室 盗贼并没有找到主墓 这一发现 让考古队的人很惊喜 干活也更有劲了 经过所有人的努力 考古队终于进入了主墓室 大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主墓室被各种各样的经营首饰 珍稀宝物给填满了 高达数百件 专家通过墓指名 得知这是一座西周时期的古墓 接着 考古队对古墓进行了地毯式的 清理 突然 一名队员在涌道旁边的土坑内 发现了一把黄金宝剑 他便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瞬间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这铁剑给吸引了 这是一把用纯金打造的铁剑 重约6公斤 金光闪闪 很是喜人 上面还镶嵌着 数十颗商周时期的绿松石 看起来非常高大上 专家仔细研究铁剑的剑柄之后 立马下令继续挖掘涌道 说不定还有别的大发现 不久 考古队就挖出了一堆废铁 之所以称它为废铁 是因为其表面经过岁月的侵蚀 变得腐秀不堪 没有一点光泽 专家拿起来仔细一看 却说这才是国宝啊 原来这堆废铁是纯金宝剑的铁制剑身 考古队为其取了一个名字 金饼铁剑 在古代 野铁所需的技术和条件 远高于野制金器 所以铁器的数量非常稀少 而且商周时期 距今已经有2900年左右的历史了 这一把铁剑的价值远高于纯金宝剑 这一堆废铁 证明了我国早在西州时期 就已经掌握了野铁技术 在当时世界野铁技术的发展上 也处于领先地位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